俯贤路到中美路之间的永新路是市区最大的单向车道 转弯路口幅度大 车辆行驶经常会有违规的现象 最近县警察局交通队在路口划上了潮化线还有导引线 希望可以引导车辆正确的行驶动线 但是因为民众不了解 反而更发生了违规情形 先议员张美惠和杨华美特别召集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希望可以修正动线 让两侧路口行车更加的安全胜场 俯贤路到中美路之间的永新路 两个路口面宽广阔 车辆经常直接转弯或者回转 造成违规现象 县警局交通队最近在潮化岛前加设了潮化线 并且在路中央划上导引线 要引导车辆行驶到道路中央再转弯 但可能是民众不熟悉道路标线 或者是老习惯改不过来 反而直接在潮化线上回转 当场就违规 现在的状况就是之前的时候 会刊了几次的时候 他划了潮化线 更加的明确就是说 这个线是不能够通过的 如果通过的时候 他要受到交通条例的时候处罚 那民众会觉得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更不方便 所以今天就提醒大家来会刊 是不是除了这以上的方法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比较方式的时候 确实 这个永新路龙梦公园 它是一个岛状的分割 它是一个很特殊性的 那特殊性的时候呢 这边的车流量的时候 又考虑到它是属于单行线的 回转的时候呢 这多功能性都能够面面去到 线远张美惠和线远杨华美 11号上午特别着急的 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看到许多车辆违规行驶 议员们都建议要设法改善 那他划设出来之后 让民众 很多民众对于这个交通法规 其实会检视起来 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因为不是很了解 那也有民众被检举被开单 所以就变成又引发了 这个设置这个划设的 这个号制标线的这个争议 所以我们希望第一方面 交通单位或者是派驻所警方单位 能够加强这个教育宣导 交通法规的教育宣导 第二个我们还是要提醒 就是友善行人的这件事情 第三个就是标示要画清楚 这件事情也是要让民众知道 像是这两端的这个潮话线 我们在现场会刊 看到很多民众其实也是压线 也是不了解 那也有些民众开到路中间 一半说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开 我可以再往前还是能够转了呢 所以这种情况可能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可能还引发这个交通事故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必须要赶快来改善的问题 主要就是民众有在反应 就是说这个龙凤大道这边 它的回转的部分 目前画了草化线之后 大家觉得不太习惯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那今天就实地来看一下 看看当时公所跟交通队也好 跟县府这边怎么样来画出这个部分 那主要可能是还是以用路安全为主要的考量 那怎么样在用路安全考量之下 怎么样来做妥善的调整 那现在目前这次会刊的重点 陷阱局交通队者表示 草化线和导引线是正确的行车动线 请驾驶人要严加遵守 我们花园县政府在我们永新路中美路口 这个部分有画了所谓的黄色的这样的一个草化线 那所谓呼吁所有的民众 那用路人 那我们开车也好 我们骑机车也好 行进这个路口 务必要循着这个车辆的导引线 进入到这个路口 那能够避免影响到交通秩序 我们这个草化线是禁止回转及左转 所以呼吁所有的民众 务必要循着这个车辆的导引线 进入路口 避免影响其他的行车安全 看到这么多车辆都违规 县议员建议交通队要加强宣导 也建议要加装告示牌 让驾驶人了解标线号制 以维护行车安全顺畅 介统会幻事报道